娱乐圈第一女大佬,闯黑帮九林志玲,对德晨关系不敢回 娱乐圈第一女大佬,闯黑帮九林志玲,对德晨关系不敢回 最近,王菲和娜英即将合作2018年春晚的消息传开,激起了不少人的20年前的回忆 当初两人还是一副青涩的模样,在一起合作的经典歌曲相约1998 如今,两人早已退去青涩,成为歌坛的天后,有人说王菲已久是天后,而娜英却备受争议 但是他们二人在歌坛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这些年王菲那英一直顺风顺水,即使背后的靠山也一直成为焦点 她被评价为娱乐圈第一女流氓,捧红了王菲那英,还救了林志玲两次 黄晓明最爱的经纪人也是她 黑白两道同吃的她却对大众认为是善良的,这样的反差,恐怕也只有邱黎宽了 说到邱黎宽,今年也快55岁了,胖胖的身材,经常戴住眼镜,很有一副大佬的气场,轻易不敢惹的样子 邱黎宽早年跟朱颜平拍电影,从场际,剧舞做起,一直当道制片 后来富岗发展,和好友陈佳英成立KS Production,旗下包括王菲,那英等大牌艺人,人称巨星推手,人称宽姐 邱黎宽,年轻的时候可是没得能出到的呢,青春洋溢少女感十足 邱黎宽说,我很羡慕小S或范小萱可以跟妈妈像朋友一样聊天 我跟我妈的距离永远那么远,她从不了解她女儿 邱黎宽的妈妈经常会救助街边的乞丐,可能这些善举影响了邱黎宽,也让她现在天不怕的不怕,制作自己内心看重的事 邱黎宽被大众认识到跟王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还曾评价其实王菲是一个最好戴的艺人 她就是真性情,非常善良,性格非常好,我觉得艺人该有及不该有的优点,王菲都具备 而且没有比王菲唱得更好的歌手了吧 我做音乐,做唱片,跟她合作过,没有遗憾,不枉此生了 王菲和李亚彭离婚的时候,她发文心疼王菲,去北京玩 王菲抽出两天时间特意陪她,在王菲的歌后生涯中,宽姐一直为她保驾护航,为她扫出了不少障碍 从明星助理到电影场季,后来在师傅朱颜平的带领下混入了电影圈 又从场季到剧舞,副导演,助理制片,邱黎宽跟在朱颜平身边学到了不少事,也为后天通吃黑白两道打下了基础 早在2005年,林志玲到赌城LA走秀,结果竟然被骗要她去陪吃饭 林志玲气得当场掉泪,对方竟然还请黑帮逼她就范 后来林志玲向中国新电影公司老板娘陈兰,以及王菲的经纪人邱黎宽求救 主板方放林志玲一马 林志玲并未对媒体公开此事,只是数次提及框姐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大侠 此后林志玲当框姐是恩人,有求毕宁 之前陈关西和林志玲拍子,陈关西在微博上不停对林志玲开骂,林志玲本人没有正面回应这个事情 邱黎宽听说事情,就立马枪声陈关西,我保证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干!语气非常愤怒 宽姐的霸气,就连陈关西都没敢正面对住干,而是对邱黎宽和空喊话 你厉害,我支援你 你是为了你的朋友,我觉得你对 陈关西都北给他面子 宽姐跟黄晓明也有缘缘,当年黄晓明和阮晶天合体 出演血滴子导演陈可欣在某次采访中,松口坦言,小天是男一号 被宽姐直接质问,用这样的方式捧自己的敌人,何时吗?大导演 陈可欣事后解释说,为了宣传用心良苦,不料邱姐并不给台阶下,直接爆出用你妈个X的用心良苦 后来也难怪黄教主那么爱宽姐了 邱黎宽还收养了一个小男孩邱黄一 邱黄一亲生母亲是一人陈宝莲,在2002年某日跳楼身亡,年仅29岁 留下了一封一书跟未满月的儿子邱黄一 雷厉风行的宽姐出面收养了小黄一 那时候邱黎宽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有时候还需要王妃接济一些 宽姐一直把小黄一视如已出,给予她无限的爱,拍戏都把她带到身边 这也促使了邱黄一与大了5岁的窦镜童成了青梅竹马的好友 孩子也是主动要求用邱黎宽的姓 虽然一直混迹在黑白两道,但是宽姐一直被网友喜欢 娱乐圈与大佬,娱乐圈第一与流氓的这些称号,也是只有邱姐能撑起来了 阿豫 阿豬 阿豪 阿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